中国无战事,假设有捐虚,今天,还没有走出思念老将军向守志的哀痛中,又一个使人肉痛的阴逊经媒体报道,一名在东南大漠,是行练习义务的假设,从练习地前往营地时,遭受车祸,不幸捐虚,从媒体流露的阴逊中,第一次看法他,却也是坠出一次。 他是陆军第七十二级团军某套兵旅副旅长黄景,今年四十岁,一个有着二十二年军灵的老兵,打开他的军旅经验,明晰地记载着他的生计与光彩,十六次在下级交锋中榜上有名,三次荣立三等功,元熊市区及小山军事下部,变革前,曾是某团的军事主官,团长。 2017年8月2月21时许,黄景从练习场回溯营地图中,突发不测交通变乱,这位出生在8月1日的丁正男人,不幸的将性命永久定格在四十周岁,他有一个漂亮的老婆,还捕育着一个可爱的女儿,而他贡献在军旅整整二十二年。 这个家庭有几故事,是不被人所知道,又有几心伤的事,将要今后已藏在心底,哪有什么光阴静好,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负重先行。 这群人,就是贡献芳华、家庭,以知识支出本人性命的中国假释。 今年年初的时分,著名某路航团两名飞行员在夜训时,发作直升级这回事情,机上的账号,王小冬光彩军区。 六月二十六日,重庆秀山及武警战士徐文,在前驱四川冒险灾区救灾回车时,车辆发作追尾变乱,不幸捐取。 上月二十二日,原主奥队伍服役士官软班柜,在抗计台风天歌时,不幸被强风吹到撞墙,找至头部受重创,今晚就厚,经商不致顺职。 有人说,假释就意味着捐虚,穿上戎服就意味着穿上了兽衣,或许,你未曾有过,或许,你未曾晓得,或许,你压根不懂假释天下。 可是,中国的战争波动,离不开他们的冷静聚首与捐取贡献,有人把差人比作是桥上的刁篮,假如把假释比作是桥上的一部分,我想他们就是桥下的桥墩, 没有什么鲜明肃静,倒是全体构造的主要支持,没有他们,乔会夸他,而中国没有假释,也将没有今日的乱世,更没有今日的你和我,愿好几安眠,向假释致敬,一起来发表自己的宝贵意见,祝看到文章的您幸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